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太多 怎么样呢 就是说如果男女朋友交往 我们通常会去想 你最喜欢谁嘛 你最喜欢谁 你就是跟谁交往嘛 所以应该是要凭你的直觉 凭你的感情 凭你的感受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在思考说 条件啊 这个人有没有钱啊 或这个人啊 他就是习惯适不适合我啊 等等等等的 他抽烟 我不喜欢抽烟的啊 当我们在设定各式各样条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当我们去交男女朋友 交到的可能 就不是自己这么喜欢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你交男女朋友目的是 希望找到一个 真的你很喜欢的 你可以投入感情的 那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思考 依照你的情感 你最喜欢谁 你就跟谁交往 这样 可是当就是说 交男女朋友 有时候不纯粹 只是交男女朋友而已 有时候交男女朋友目的 是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未来能够继续在一起的人 就是说以后有可能结婚 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 因为如果说你跟一个人交往 你非常非常喜欢他 可是呢 这个人的想法 跟你完全背道而驰 那这个人的某些习惯 跟你完全不同 比方说你总是喜欢晚起 可是他总是喜欢早起 或者说你 或者是反过来 当你生活习惯 不太能够配合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 这个人的个性 那以及你自己的个性 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人 那你的形式 态度是什么 对方又是什么样 那你们之间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生活上能不能有互相 可以就是互相体谅对方 互相跟对方复补 或者其他互相能够帮助的 就是我们能够思考问题很多 当你思考越多的话 你就越容易找到一个 在生活上可以跟你 就是越容易相处融洽的人 通常我们在 大多数人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大概都忽略这一点 所以有时候 结婚之后 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重生 那通常来讲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找男女朋友的话 你最好找一个 有能力沟通的人 为什么有能力沟通呢 因为能够沟通 几乎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就算你们未来有再多问题 你能够互相理解对方 通常只要没有误解 大家互相了解 而且尤其是男女之间 很不容易了解 就是很多想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要很轻率的做出一些推理 然后了解对方到底真正想法是什么 只要两个人之中 有一个人是能够沟通的 通常两个人相处 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说你要选择男女朋友的话 选择一个思考能力强的 可能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项 当你是在考虑条件的话 所以呢 即使是要选择男女朋友 如果你思考能力够强的话 你也会比较清楚 怎么做选择 就是至少你会发现到说 你选择一个沟通能力强 有思考能力强的人 这可能是比很多 在习惯上或在生活上 能搭配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你可以得出这结论的话 那也表示说 你的思考能力不错 可以协助你了解 怎么样寻找男女朋友 会更容易找到最适合的